第一把武器用步枪,第二把主武器应该选什么呢?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,大神都选这三个武器 1.狙击枪 第一把主武器用步枪,大多数人第二把武器如果有的选都会选择用狙击枪 因为步枪能打近距离和中距离,只有远距离比较法力 这时候补上一把狙击枪是最好的 瞄准水平好的玩家用单发狙 一般玩家用连狙是最好的搭配 2.冲锋枪 对于一些突击手,狙击枪就不适合了 这时冲锋枪才是最顺手的武器 近距离的时候就用冲锋枪来打 面对敌人用步枪和机枪的,钢枪的成功率会更高 这时候第一把主武器步枪就可以搭配个六倍镜了 用来打中距离和远距离 敌人离得太远就可以放弃超远距离的战斗 3.步枪 双步枪的组合一直伸出玩家喜爱 因为步枪的综合性能是最强的 两码步枪可以保证在任何距离都不需敌人 但缺点也是有的 那就是近距离和远距离相对没有那么厉害 小伙伴们,你们的武器是如何搭配的呢? 我们下期见